她身上的鹿尖毛衣是绿红色 裙摆则是带点森细的蓝灰色 搭配在一起仿佛岁月静好似的 不过她表现得不那么岁月静好了 她冷冷地扫了一眼认出她的导购 语气不善地说 你认错人了 说完马上换了一种口气 娇滴滴地对着旁边的男人撒娇 刘斗 你还没有回答我呢 你帮人家劝劝安迪姐吧 她突然不带我了 公司里的其他人还不知道怎么想 我还要不要在公司里混下去了 被她拉着手臂摇晃的男人 露出了为难的神色 不管是出于私心还是公事公办 她都希望安迪能够继续把莉莉安带下去 一来突然换了经纪人 经纪人和艺人之间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 不可能马上上手 二来公司的确没有和安迪同等级的大经纪人还空着 如果要换就只能是换差一点的 莉莉安是她的情人 私下里又很懂事 这么懂事又懂得付出的女人 迟早会在娱乐圈里闯出名堂 成为公司的一棵大摇钱树 她不想在摇钱树成长之前就摇折了 可是安迪作为公司的大经纪人和其他的小经纪人不一样 她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她要是坚持不肯带莉莉安 哪怕她是董事也没有办法强求 总不能把握着这么多人脉资源的大经纪人给辞退了吧 所以这一件事情除非是从人情上让安迪松口 不然很难办 刘董 你真的不帮人家吗 你之前不是说过会照着人家的 难道之前说的那些话都是骗我的 林奈对付男人有自己的一套 男人嘛 无非就是好面子好色的生物 他只要满足了他们的虚荣心 装出柔弱需要照顾的样子就可以了 刘董 果然 被他来回摇晃的人果然动摇了 问他 你先告诉我 你和安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怎么就把他给得罪了 他为什么会突然不带你 你不告诉我这些 我怎么帮你调节啊 痴恩恩是背对着他们坐着的 从他们进门 痴恩恩听到林奈的声音开始 就忍不住地皱起了眉头 要不是他还没有拿到衬衣 恨不得马上就走 怎么在哪儿都能够遇到林奈 要不是他是临时决定来这里买衣服的 他都怀疑 林奈在他的身上安装了监控器 那一头林奈没有注意到他 主要是他坐在沙发上 又是背对着坐着的 林奈只是把他当成了店里的一般顾客 他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 我没做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安地姐为什么突然就不带我了 刘董 你知道人家的 人家一直很官很听话 哪会做得罪大经纪人的事啊 刘董好歹是大娱乐公司的董事 身边从来不缺阴阴艳艳 女人多的地方谎话就多 何况还是漂亮女人多的地方 谎话那就更多了 他早就熟悉娱乐圈里的女人的套路了 根本就没有把林奈的话当真 漫不经心地拨开了林奈抓着她的手 似乎不悦地说 我听到的版本可不是这个 你连实话都不跟我说 让我怎么帮你啊 她是林奈在云藤最大的考山 林奈不敢得罪她 眼看着她不高兴了 马上陪笑地又贴了过去 小声地说 刘董 你不要生气了 我说实话 我说实话 其实是这样的 我前天接了一个广告 你知道的 就是你帮我牵线让我接下的广告 广告定好了在度假村那边拍 我们去拍的时候正好遇到了一个人 刘董等着她说 也不说接话 那个样子让林奈也摸不透 她究竟知道多少 听到的又是什么版本 只能是咬紧牙关接着说 就是浩瀚的一姐林安心 痴恩恩对他们的谈话 本来是没有兴趣 结果她听到了林奈提起了安心的名字 她下意识地竖起了耳朵 新闻上不是都有消息说 她在拍一部国际大片吗 说她正在这里闭关 紧锣密鼓地拍摄当中 结果我看到她出现在了度假村 左脸上还有伤 就偷拍了一张照片 发给了一个我经常合作的记者 打算让记者去蹲手下 看看有什么隐情 如果是什么丑闻 正好以后可以少一个对手 娱乐圈里就是这样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每年媒体盘点的小花蛋 就是那么四五个 大家都想挤上少之又少的位置 能够怎么办呢 只能是想办法把上面的人给拉下来 自己才有上去的机会 有一些人 哪怕自己没有上去的机会 也想把对方拉下来 因为这样的话 可以少一个无形的对手 为自己以后铺路 林奈就是属于后者 她现在和林安心比还差很远 就算是林安心倒下去了 也轮不到她代替林安心的位置 但是林奈还是想要看着林安心倒下去 一来林安心是她以后道路的障碍 二来林安心和池恩恩是朋友 这两点注定了她不喜欢林安心 既然不喜欢又有机会扳倒对方 为什么不做呢 她就是抱着这种心态联系了狗仔 我这么想也没错呀 我也是为了我为了公司着想 结果那个记者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安地姐 安地姐知道了之后 让人把照片给删了 第二天招呼都没有跟我打一个 就跟董事们申请了不带我 我也很委屈啊 其实安地跟上头申请不带她的理由 说的是自己精力有限 不想耽搁了林奈的发展 只要林奈不说 就没有人知道她在背地里搞的小动作 偏偏林奈以为安地在背后打了她的小报告 一五一十地把什么都交代了出去 她拉着的男人瞬间甩开了她的手 丑脸上带着怒气 怒气冲冲地说 你居然私下里联系狗仔 你的脑子呢 全都长在胸前了是不是 那个男人私下里对自己一直潜移百顺 甜言蜜语 突然当众发火 林奈有一点接受不了了 一脸委屈地辩解道 我没有觉得我哪里做得不对呀 林安心倒下了 对我们公司本来也是有好处的 我是有私心 但是圈子里的人谁不是这样啊 我要不这么做 别人也会对我这么做的 但是你找错人了 刘董一字一顿地打断了她委屈的辩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